是 很感兑 这是一个 健身节目 祝一生日快乐 嗨嗨 我是可能 今天呢 是 4 月 14 号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 4 点钟 也就是 MCO Movement control order 你都不懂 第几天 玩意哇 反正 今天就是我的生日 4月14号对就是在家庆祝的生热 过了那么多年生热 今年第一次不能够出门庆祝 但是生热一定要有生热蛋糕 这是我对生热最低的要求 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 我要为自己做自己的生热蛋糕 我要做自己的生热蛋糕 那我今天呢不想做一些mainstream的蛋糕 我想要做souffle 因为我自己呢很喜欢吃souffle 等下呢我就会在做好的souffle旁边 放一些草莓 都很像在外面卖的生日蛋糕这样子 自己的生日蛋糕自己做生日快乐生可恩 开始吧 其实souffle真的很容易弄 不需要烤楼只要加一个frying pan就够了 那至于材料就是家里面随便找不到的 没什么特别的材料 就是有鸡蛋 两栗 糖 面粉 牛奶 那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两粒鸡蛋的蛋白跟蛋黄分开 我自己其实试过肥羊多的时候 我每次都失败了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哦 我不要直接打在碗里面 我先分开两个碗 失败的话我还可以再补多一粒 不用直接在里面失败你知道吗 这时候要注意哦 那个碗哦一定不能有一滴水不能有一滴油 不然失败 啊哈哈 哇我感觉我要棒了这个蛋黄 哎呦差一点 我真的很差在分蛋白蛋黄这部分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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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成功一粒了 OK成功一粒了 这样多哦 这是刚才的 这是刚才的 OK成功一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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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牛奶 牛奶我大概倒10ml就好了 所以你找一个两杯倒 这边 OK10ml倒下去 然后 就拿这个打蛋 打蛋 打蛋 这是什么 嗯嗯嗯嗯 打蛋器 OK就拿这个打蛋器弄均匀它 然后再打蛋 然后再打蛋 再打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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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其实阿咖阿咖均匀就好了 这样弄好了 这个鸡蛋 接下来我们就要放 面粉 这个面粉哦 不是普通的面粉 因为你要那个soft 就是吃起来就是很soft的感觉 所以你要用个面粉 叫做低筋面粉 你去外面买就买得到啦 就用普通的面粉 然后我们现在就大概倒 33克的面粉进去 33克就是因为我有这个cup 33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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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是 呃 1分之1的 1分之1的cup 3分之1的 2分之1的 现在倒好了 因为我们要让它更细一点 所以就要用这个东西 弄它洗 3分之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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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继续用这个打蛋器弄它均匀 eligible 3分之1的 6分之1的 这一个 3分之1的 2分之1的 通常ibo 3分之1吧 5分之1的 6分之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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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之2的 6分之2的 6分之1的 打到它这样子的状态就好了 就是有一点浓稠 就好了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放一边 然后我们就要处理蛋白的部分 好累 为什么要这样累 蛋白的部分我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 为什么我做到好像一个美食节目 因为哦 做蛋白的时候你要把它打发的话 你的这个容器一定不能有一滴水 不能有一滴油也不能胆脏 要干干净净没有水 然后你倒下去的时候 它才可以打发 不然你一直打一直打一直 它都不会发的 OK 记住了啊 等下没时间 OK 倒进去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汤 我刚才有准备汤 这个汤大概有 反正你用汤汁把三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倒一点进去 然后就开始打 要从这个液体状态打到它变 浓稠 就是发起来泡泡的状态 但是这样子还不够 我没办法打到它发到哦 就粘起来的 哇 红手很累耶 哇 比这个运动还要有 建议大家去买一个大单警队 对 我又 我刚才会打那么辛苦 我只是个贴气量 我手多麻痹哦 还在抖 OK 它的状态基本上现在就是这样子 它不会掉下来好的 给大家看 然后你看啊 我把它弄掉转来 然后它都不会掉下来的 这样子就代表 OK了 然后现在就要把蛋白掺进去 蛋黄里面让它们融为一体 然后你不要一次过把全部蛋白放进去 先我们先一小部分先拿一part 放过去 就大概这样子啦 然后这时候就要轻轻的把它搅拌均匀 我在哪里啊 OK 搅拌均匀了 把剩余的全部搅进去 然后这时候也是同样就是要很温柔的去搅拌它 OK 现在差不多了 还差一点点 只要均匀就够了不要超过 对 因为超过它就会变软了 变水所以就做不成了 OK 现在我们做完了 就可以拿去煎了 Go 那现在我们准备了这个frying pan 然后等下只要放它下去 然后你开很小很小的火 倒一点油下去 给它热锅 然后你feel到差不多一点热的时候 就可以把你的soffole倒进去 OK 可以了 黏在一起了 Oh no 黏在一起了 太贪心了 好 是有一点点丑啦 但是不用准备盖起来 等三四分钟 现在情况就是差不多要好 但是等一下我们就要把它翻面 我翻面的技术真的是很差很差 我每次翻然后都烂的 所以摄影师等一下你帮我翻啦 OK 靠啥雷 很关键的这个 关键性的一颗 群淘的一个翻面 很难啊 很难是不是 啊 烂了 啊 烂了 很难耶 烂了 我的soffole 其实是雕房啊 但是翻到很丑耶 其实前面的成功就是这个关键性的一番 超难的 又来了 关键性的第二番 3 2 1 我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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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来 跟我的观众讲两句话 我觉得OK的 它还是翻了嘛 可以告诉我这两盘是什么东西吗 我现在要不要盖起来 要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盘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用紧 我们先购买下半部分先 等下我再跟大家讲这个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啊 我的生日蛋糕 我的天啊 我上来了 我觉得可以啊 真的吗 OK啊 你咬 是会咬啊 但是外相不怎么好耶 那因为刚才的失败了 所以我又再try 多了 第二次 所以这次一定要成功 我生日蛋糕 靠山了 这次因为为了让它不要踏下去 我就抓了一个圈圈的东西 就让它站起来了 倒得进吗 倒得进吗 倒得进哦 倒得进哦 耶呼 OK 现在我们要放一点水在里面 让它有水蒸气 OK 然后盖起来 等 三四分钟 完成了 我都不能这样 强连起来 蛤 等下我们把下面弄美美 等下不用紧张 我切掉 耶 做好了 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拆 我现在把它拆开 然后我们尽量把它弄美美 剪过了吗 剪到有点不利 哎呦 哦 很多耶 下面虽然长得有一点点丑啦 出烟的 出烟的耶 现在我们把它修饰一下 下面这个要剪掉啊 这个不美的我们把它拿掉 哎呀 点不去了 哈哈 OK 更紧 放两边 诶可以可以可以 诶 就是这样子哦 OK 现在就到了装饰时间 我们把它弄到好像我的真正的生日蛋糕 这样子我们要给它一点 装饰 然后那装饰咧 我看外面的Sofoley 它们都是有放一些草莓 然后我放一些Icing sugar 所以我自己准备要Icing sugar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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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装饰一些Sofoley 上去 OK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倒一些Napple syrup上去 然后淋一些在草莓上面 耶 我的生日蛋糕 好 生日快乐 诶 很doy的好不好 你看 你看 哇 感觉实实很doy耶 拉筑我自己在Shopee上面买的 OK 等下摄影师来帮忙唱Sofoley蛋糕 等下摄影师帮忙唱Sofoley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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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我插进去先 嘖 嘖 嘖 我很紧张哦 唱Sofoley蛋糕 OK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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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的生日愿望 就是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真的 我人生中第一次那么认真的 觉得身体健康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然后接下来生日的人都可以庆祝生日 就不用在家里可以出去外面 然后希望世界和平 大家健健康康 试吃时间 我要吃下自己做的Sofoley 到底好不好吃 咦 它抖一点好不好 给它怎么吃就 哎呀 耶 上风 有谁也做到Sofoley的话 其实可以留言告诉我咯 你们也可以放上照片 看看到底你们的作品美 还是我的作品美 哦 还有因为剪辑的关系 所以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 可能是我生日过了 几天之后的事情啦 那是不用紧 你们还是可以在comment那边留言 祝我生日快乐的 我都收好吗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follow还有subscribe我 点个like还有分享出去 拜拜